第2節 這節的背景是甚麼呢 上個星期到結尾時 我們有一個看法 美中貿易戰最大 最快會見到效果是甚麼呢 就是中國的糧食漲價 大家都不用想 最近大家都開始見到豬肉檔都沒有了 沒有了豬肉食 不應該不說 豬肉可以吃 一定有你吃 我們上個星期也吃過豬肉 告訴你我們吃過甚麼豬肉 我們吃的那些是會走的 走來走去的 全部豬都會走來走去的 不是的 有些很活躍的 我們吃的那些是很活躍的 好了 如果你是街市去看 豬肉檔是close 玩玩手 好像遲些牛肉也沒有 現在都傳 有些發牛溫 在中國 香港的情況很簡單 不是真的沒有豬肉 而是上個星期 就是上水那裏 有些廣東省來的豬 就發現了豬溫 然後香港的六千多天豬 都要跟牠陪葬 這是很象徵性的 很講到香港人的處境 所以我叫他們為港豬 真是港豬 就是陪葬的 他們是沒有病的 不過你輸入了這些中國的病豬之後 就連沒有病的豬都要因此 而給牠 因為你也知道非洲豬溫的病毒 就太厲害了 人家就沒有得 這些豬的致命率 是100% 100%是沒得走的 而且最慘的是 譬如人吃了 有非洲豬溫 牠洩了之後 你可能下到農田 然後再污染了那些水 再拿水穢猪 是最麻煩的 所以你為什麼說其實 iIllo 極速攻陷 那個速度是世界之最 因為你要知道 從非洲傳傳傳傳傳 到俄羅斯 你說說傳俄羅斯 才對 但俄羅斯為什麼會拿下 原因很簡單 因為就是物易戰 買了走私豬過來了 他買美國豬 買俄羅斯走私豬 俄羅斯豬,俄羅斯豬乃夜就傳到中國 這個問題大家要慢動作去看 整個過程要逐格分析 為何去到中國時,整個豬瘟的問題根本無法控制? 法學佬解釋一下為何會 共產黨無可能管得到這些防疫的問題 現在不是要一些消失,要一些健康生長,共產黨做不到 防疫,只要用非洲豬瘟來說,防疫是要監管 其中一項可以說的就是,你最低限度要撲殺 不要用撲殺,就殺死他 殺死有問題,或懷疑有問題,因為真的太危險了 但最慘的是,大陸的問題就是 上兩個星期說了,他做不到的 為何?貪污問題,你也知道全宇宙貪污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中國 那個具體例子很簡單 你是地方官,你剛才上台跟你說,這裡有豬瘟 你全部殺死他,然後就像香港一樣 就扔掉他在車上,然後就埋了他 那當然不會,他殺死後就鑒平鑒時跟你賣 前幾個禮拜就是一周時事就說過,五萬元一車 你車什麼五萬元一車,就車我隔離遠 或者隔離省 即是隔離省的眉薑那些,你不便宜些賣給你 他有報道說,山東有事的時候就車來廣東省 廣東省有事的那些,就車回去 你怎麼會洗牌,打麻將,你不快 所以我幾次,我幾次自己星期五 我標題都出過兩三次 我說你中共不倒台,你是解決不到非洲之間 你也不可以這麼簡單 即使中共倒台,問題也未必解決得到 因為我對… 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我對中國是沒有信心的了 即是你現在,所謂招倒派 一個最大的醒覺就是什麼 不是共產黨倒台之後,中國問題會解決 即是你不是想著,噢,叮一聲那些官司 對,不是,因為你看到蘇聯到俄羅斯都是這樣的 你不是換過爬頭,都是那些人出來的 所以對中國這個概念 招倒派應該是死心的 而且那些人民的想法是根深蒂固了 大哥,是很自然的 他說,喂,我吃得,又不是對我有害,為什麼我不吃 為什麼我要埋了它 就是這麼簡單 很自然的 最慘的是,你經常標榜 就說,不怕的,人吃了沒有問題 嘗嘗嘗嘗嘗,我給你一塊豬肉吃 吃完之後,我跟你說,上個星期死的豬,你瘋了 你真是 嘗嘗嘗嘗嘗嘗嘗,不怕的 大哥,你可能不知道哪個地方 那些有非洲豬群的豬來做立場 他一定不會等那些豬還沒斷氣的時候 一定會斷氣 還有,你知不知道現在香港的豬 不餵牠吃東西 臨死之前 豬你見到,真是很可憐 這個就是港豬的處境 原本自己都,好人好者,好人好豬 突然間有一個,在廣東省來的病豬 就弄到你自己,臨死之前都不得好過 接著還無緣無故被人鞠了 有些仆傢就說,怎麼反而那些豬要死 大哥,你知道什麼叫人道 你不要想著,你怕殘忍就不要吃豬肉 大哥,你不會有人道方法去劫牠們 不用現在這樣 大家看見真是多恐怖 好了,這是第一次 簡單來說,現在有一個推測 全中國是沒有豬的 也不是全中國是沒有豬的 如果你看回中國有超過千多年的養豬 畜牧業 對呀,現在這一波可能一波和你收皮 其實非洲豬一路都沒有醫學上 或者防疫上的醫學作進展 我還有一個答案的問題 答你剛才的問題 這個是天天來的 天天的原因就是為什麼呢 你現在是在新疆你去用這樣的方法去對待 即是逼一些回教徒 逼一些伊斯蘭教徒吃豬肉 你在新疆搞這樣的集中營 即是現在說得很恐怖 所以我不在這裡說 因為我精神不到 集中營很恐怖 那些維吾爾族的女人生了嬰兒出來 扔她在水缸泡幾天 是啊,聽說就是這樣 我們無從去證實 但是當然共產黨要做幾殘忍的事情 它是沒有底線的 但是是不是做到這麼大規模 做到這麼狼呢 我們不敢去證實或者否證 但是肯定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在這個時候呢 你去逼一班回教徒 應該是正式的伊斯蘭教徒 去吃豬肉 即是這個是一個 即是超越 即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對宗教的侮辱 如果這個世界有神的話 那它是會天顯的 即是會做一些東西 令到你知道 有些東西是超越了這個人類的道德的底線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要逼這個伊斯蘭教徒吃豬肉 那便全國沒有豬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洲豬瘟 有它這個超自然的理由 超自然的理由 這個你就當聽神秘之言是算數 但是現在 但是如果你說在回歸現實 就代表你是共產黨管治者 一定是暗靈 就是這樣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這兩天就傳到一個消息 就開始有蝗蟲 那些是叫做抽 抽痕昆蟲 抽就是抽 其實給大家看 我先關一關那個廣告 出了一個 一個這樣的蝗蟲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這些都是非洲來的 這是抽痕昆蟲 就是非洲的 非洲人 南美洲 其實全世界都有地方爆發過的 這裏 這裏 自由時報 中國農業 近日和不單行 非洲豬瘟 未解 近日還爆發 抽痕軍廠 一月份在雲南開始發生 三個月已經遍佈到三個三個月 就是由西南開始上去 重慶了 最大的影響就是 那些蟲米 只有一條 很恐怖 這種蟲 非洲豬瘟 又是剛才 變得沒得醫 擴展又快 這種更恐怖 原來一世 瘋性的蟲 一年 產卵 產卵 可以生十代 即是生十次 真的很恐怖 然後每一次生蛋 可以生一千到二千隻 一年生十 十胎 但是這隻蟲米 從哪裏來的 他又說非洲來 但是呢 又說全國去南美洲 再回到非洲 又再由非洲 跟那些一帶一路的貨品 去到中國 一帶一路 那也不關事 會否一帶一路 有很多非洲蟲米 去了中國 九成九是 即是你開一條路 錢又不是賺到 不過帶了一些病給你 帶了一些蟲蟲給你 好 這個呢 即是否這麼厲害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是爆了一條路 應該是美國老 最早是美國老 美國老 現在說話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最早是美國農業部 4月1日宣佈 是否在美中華為戰的背景 去說這些 不知道 Anyway 你看到的圖片本身 是很可怕的 他一扔一扔 他吃得很快 很恐怖 你一隻 飛鵝那 可以生成萬隻出來 那個級數不 如果不是 為何叫做黃蟲 幾何級數 真的厲害很多 但是你好像說 這隻黃蟲沒有殺蟲藥 可以搞定 不是 都麻煩一點 還有最有效的 全部美國老 拿著手 是 即是那些殺蟲劑 就是那些殺蟲劑 是 那些殺蟲劑 反正現在台灣也會給你的 如果你說非洲豬灣 你看台灣能撐多久 撐不了 所以我說 中國 遲些應該沒有豬吃 對 他現在 八大明豬 我剛才說要修定一下 因為 即使中國自己沒有土產的豬 他可以輸入 但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美中華為戰 你要搞這麼多 你要再去買糧食 就有少許困難 你做不到養豬葉那一刻 就麻煩了 是啊 如果你非洲豬灣千秋萬世 真的洗到每一串土土地都有 有機會這樣 是啊 因為你自己造成的 你無法關注 即是逢有豬殺了 你跟著就麻煩了 就算你現在中央辣令 你全部要撲殺在豬 你轉頭就是 你知道我猜是怎樣 就是 海南島去站江 不是啊 你埋了它之後 那些人挖出來給你吃 你不是 哎呀 台長你真是小看 做了很久 一開始 又已經賣掉了 好 第三個 牛溫 最深屬的 牛溫 牛溫 這應該是傳出來的 是傳出來的 牛就都 因為我看過幾篇 最主要都是在說 這個 抽行軍蟲那方面 亦都說 牛這方面 這些可以慢慢慢慢說 放在這個貿易戰裡面 那個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 一直有一個很大的主題 就是 中國的耕地 現有的耕地 是不足以去養護中國人的 這個耕地 即使在未工業化的時候 事實上 已經是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都不足夠養護中國人的 但是近這三十年 很簡單 就是 譬如說我在廣州 以前曾經租過的地方 住那個 就叫做 在潘茹叫諾溪 即是諾溪 原本那裡是什麼 那裡不是住宅 那裡是耕田 那裡是耕田 那耕田 基本上大家都有錢 就把農地買了 很便宜的價錢 然後就蓋房子 這個是反映到差不多整個中國的現狀 就是 有錢之後 那不用耕田 因為為什麼呢 我買了一塊地之後 我在外國買糧食回來 然後 原諒的耕地可以少些 但是都足以養護一些人 所以 在這個860的爆發之後 其實你如果計算中國的耕地 是遠遠不足去養護中國人的 就算它的產量 是怎樣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現在中國的耕田 是已經污染到 那些泥土是種不到東西出來 是的 那那個污染的情況 如果大家看看 就是後面這些簡單的圖片 就知道是多麼嚴重的了 而事實上類似的圖片 我自己親眼見過 我親眼見過 那樣東西是怎樣的 就是我以前在這個廣州 逃經東莞的時候 我看到是怎樣的 就是隔壁工廠 那它流出來的水裡是黑色的 又隔壁是種田 又隔壁是種菜 那這些菜有沒有拿來給我買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這些 就算是你種到 那這些是否一些 就是很好吃的東西 或者是怎樣呢 那大家就很明顯會知道 就不是啦 是吧 那即使你肯種 那你會種到多少東西出來呢 所以現在呢 就是肯定下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當這個美中爆發之後 中國要 第一樣東西 它已經不想跟美國買大豆 或者就是 他去買這些大豆的時候 可能加 就是有些關稅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愚蠢 因為這些是 其實是你自己生活的成本 你自己加自己生活的成本 你自己加自己生活的成本 就很旺距 好了 如果你不跟美國買東西 那用什麼稅數呢 你都要用回美金 那如果你不夠美金的話呢 那也可能買不到東西 而且 加上豬瘟 加上其他東西的時候 這個對外買糧食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牛瘟呢 牛瘟剛剛找到了 那為什麼說 會沒有預備 因為只不過是一條片 現在還未確定 還未確定 還未確定 可能不知道什麼事 即是有些人可能做 現在還未確定 少少部分 即是你還未去到 那時候 你非洲豬瘟一爆了之後 兩至三個月 已經不斷有那些 你掘個坑出來 把豬袋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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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現在 你只賣豬 不行 如果你歐洲那個 標準做法 就是把豬瘟 殺死 然後搞碎 搞碎 再焚化 然後再不知 躺在地上幾深 這樣來處理 你覺得 中國做不做到這件事 當然做不到 我當你 一百個裏面 有九十個做到 很難 有十個不肯做 而且不是 實際上 實際上 應該反過來 搞了九十個都不會做 很難做 你真是神經病 你要知道 那個道德標準 去到這麼低 而永遠都只是錢 所以說 好笑的 窮得只剩下錢 還要自己印出來 窮得只剩下錢 那就買別人的東西 很簡單 有兩個部分 第一件事 就是買別人的東西 有一班人很有錢 那他買些最正的東西 那法國人會說 這個世界上最靚的豬 是甚麼豬 第二 有甚麼窮的人 就說 就死坑死底 都要忍受那個糧食的漲價 那香港人其實都搞了 都搞了成十年 因為 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這幾年 你出去吃的餐 是加價加得很快 加了成倍多 幾年前 如果大家吃的餐 就要去到現在這麼貴 現在呢 你去去茶餐廳 去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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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七八零元 沒有酒雞了 如果你說便宜一點 比如你去點心外賣店 如果我今天去點心外賣店 五隻窩鐵 加一龍的鵪生蛋燒賣店 再加一支豆漿 都不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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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買酒吃 我去買來 那便宜的是怎麼來呢 很簡單 那些全部會下抗生素 為何會做得這麼便宜 哮喘豬 哮喘豬 那些我們不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有些甚麼危機呢 危機很簡單 現在已經開始見到 那些糧倉會火燭 OK 那你介紹一下 那些糧倉會火燭 那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那中央就勒令 就說查一下糧倉 至少要我們知道 大約 供應量有多少 對 傳論有多少 都知道自己有多少彈藥 那好了 那些糧倉一查完之後 就自然 自發 自然 就是燃燒 人體自然 這些新聞現在還未主流 所以我講的就是有一點傳遺 那為何會有這個新聞呢 因為去年 一百年 那時候已經開始 去年已經有了 去年已經有了 但是那時候可能 臭啊 臭樣子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 也都會 這次習近平 就在這裡說 要 勒令再 全面 那些網民就說 喂 不要再查 再查 你全國都查半個糧倉 全部都消掉了 這樣說 喂 所以我跟你說 大陸人 是不知道 他們是知道 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這班人 銅鑼合物 都是向錢看的 那你猜那些糧倉 裡面有沒有糧倉 曾經有過 我們看法和出現的方案 看法是不同的 現在都很慘 裡面的糧倉 為何要糧倉 其實就不是 那些人想到 還這麼天真 我跟阿花都想 那些糧倉裡面 根本沒有糧倉 其實是這樣說 對共產黨 最天真的人 都在香港 對共產黨 沒有遮想的人 反而都在大陸 那些人 你看那些 還要檢查糧倉 還要檢查糧倉 會沒有糧倉 他已經暗譽了 給你聽 那些糧倉政府自己燒 對 今天就是這樣 即是 或者那些官員自己燒 比如說 你說來檢查 那今天又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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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變這些東西出來 如果變了就好了 那現在變不了 變不了又騙不了你 那就先燒了 燒不了他 就燒完了 可能他都不會驗屍 大家鬥騙 這個以前已經發生過 例如說 在以前的皇帝 在紫禁城 為何紫禁城火燭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皇帝說 我想看看哪件東西 我去找 找那把 那裡不立即燒火 如果你去過紫禁城 你會看到 周圍有很大煲物 你未去過 我講一下 周圍有很大煲 裝水 裝水不少 如果冬天 他還要 下面要 暖住他 暖住他 讓他那些水 不要結冰 最主要拿來救火 這個告訴你 其實紫禁城 是常常火燭的 為什麼要火燭呢 那太監 一偷完東西就放火 對 一偷完東西就放火 也不要皇帝問 皇帝不要問 今晚偷完 四十二張經 今晚拿完 四十二張經 明晚燒了 燒蟹 慈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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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傳統中國的智慧 傳統中國的智慧 國水 所以大家去看新聞的時候 要用一點想像力 特別多讀小說 多讀就是高陽 金融的小說 那你就知道 當這個政府實牙實斥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會發現 就是突然間的東西是不見了的 那這個是告訴我們 是一件什麼事呢 現在就紮行馬了 在中國的角度來講 昨天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打人民戰爭 打人民戰爭 換言之 大家準備過一個緊日子 又是中國網民 中國網民 接著說 打人民戰爭 你瘋子 你找我來打 是呀 你看到 你國內的網民 都是現在 發生什麼事 這個考驗什麼呢 就是 在網上大家看到的 這些義和團精神 這些五毛 這些民族主義 是否真的 這次就真的考驗 因為為什麼呢 後面49的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肯為中國捱我 你是不是肯為中國 而節衣縮成 那這一局呢 就見真章了 是啊 但是我們去看那個情況 吃草角嘛 那王岐山這樣說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就 他自己也未必那麼有信心 所以呢 現在他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檢查了全中國的糧倉先 就是他自己要看看自己有多少手牌 另一件事就是 大家最近都會聽到的 就是下令全中國盡快實行電子貨幣 咦 即是方便 印也免 印也免 就是印也免 印也免 印也免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都不止印的問題 而是說他可以檢查到一些交易 因為如果你是用紙幣的話呢 很多地下的經濟呢 你不知道的 你一夕夕拿去哪裏 不知道的嘛 你電子貨幣一定官方會 或者銀行會監獄到 你的數字要擺出來 那他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凡真現在用到貨幣 一定不是好人 但是遲些 遲些中國會是這樣 用得貨幣不會好人 用得貨幣不會好人 因為你不想知道 不想讓人知道你的來源 也不想知道你買什麼東西 所以他現在呢 就是要盡快去做一件事 就是全面控制那個 經濟的每一個細節 而靠什麼去做呢 就是靠那個 互聯網和電腦的技術 但是這個做法本身呢 其實帶著一個很大的風險 風險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一旦你那個 整個系統是被人黑了的話 或者裡面有任何的一些意外的話呢 那很難說就 基本上是天下大亂 揮給那個了 全部數據沒有了 一次過跟你們說 那很棒 那跟中國銀行借更多 那你也要挑戰我呢 就是哪會發生呢 那大家不要這麼簡單 如果美國人要搞你的話呢 你以為只是你會超限戰呢 他也會超限戰的 不過問題是他做不做的 當然是他比較適合 現在的黑鏡技術 好像追不上這些 中國 東歐 東歐 俄羅斯 甚至以色力 或者多賊的地方 多賊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 就是這樣的局面 簡單來說 是到了一個相當危險的局面 不是說現在 純粹打一場仗 那麼簡單 因為你不知道 特朗普 究竟他在想什麼 他在跟你說 你也是我的朋友 但你會不會想 其實他後面想堆壞你呢 就是我覺得 現在整個中國 習近平最大的問題 他一直搞不清楚 其實特朗普的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是想堆壞你 一定是想堆壞你 如果你看他的行為本身是相似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 不想去到這個結論 那就是 因為這個結論 對他來說 那個福 是一個惡夢來的 就是你要跟美國佬 真的堆壞一堆的話 你中國可以承受多少呢 那這個是他們自己心中有數的 是不是 如果人家真的要搞你的那個防火牆呢 那你可以說的 你未必定得住 不過呢 你可以轉換句話 就是特朗普都有他的弱點 第一樣東西就是美國佬呢 驕生慣養啦 你就是打個月戰 死了幾萬人已經牙痛感腥了 是不是 還有是不能輸的 一輸了 那個政府倒台 那現在當初就不能倒台 倒台就坐牢了 所以中國有沒有這個還擊的力量呢 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我也沒有了 你美國佬一心想把它打回原形 你這樣說會簡單易明一點 將它打回原形 打回到80年代 80年代 開放改革的時候 開放改革的時候 就是張木頭 張木頭還在種田的人 你還記得嗎 記得 我記得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你所說的 以前的地方是種田的 對呀 現在你種不種一顆地 現在你是否拆了大廈再種田 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是弱點 但是如果你看網上 沒有什麼人 就是在中國裡面 沒有什麼人想 真是很實 就是很科學地 很現實地去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你大豆不買中國的 就是不去美國買 你去哪裡買 你介紹一下 不買的 現在你只說兩大國 大豆 就是黃豆出產 最大美國 第二是巴西 而大陸 對黃豆的入口需求 就等於巴西的量 即是他如果巴西完全不吃太豆 就賣給你了 只要賣給你 他自己也要跟美國人買 那就好 那就好 因為這條數算下去 那個世界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你美國人 你現在要加巴西買 我跟巴西買 巴西買不行 你買了之後 我又要跟美國買 我跟美國買 差不多 我知道 但美國人不會蒸巴西水的 所以沒有20% 明白嗎 大家都好 大家一票 美國人本身也會買 對 但這件事打不動 打不動東套鎮 然後 巴西再賣給你 那他各額都要濕掉 對 那他就收回你20% 所以東套鎮 你現在股票移動的 其實都是一些投資者信心問題 這樣說 股票移動 大家好像很大件事 其實在美國 就不是很大件事 除非商到那些企業要倒閉 因為很多實業 真真正的做廠 還有做生產的東西 是回到美國的 這個 起碼一樣的就是 美國人去就業 而賺到錢 不是在跌 而是在升 現在是優惠台灣 因為現在的數目 就是台灣所有的 平均貨品 比大陸出的 大約一成至成半 其實不是貴很多 因為大陸的薪金越來越高 他自己經濟增長 台灣又停了那麼多年 家人工的經濟增長也停了 其實拘捕軍勢 如果你再加上貿易戰 那25%的值得 就是一個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開廠 比我去中國開廠 還有我不用怕你 最低限度 我先相信民主國家 是吧 那他會多給台灣 會多給台灣 會多給台灣 你要知道 如果你去到Donald Trump 現在他經常性的說法 其實他現在表面上說賣朋友 其實他很多暗地裡 自己和自己的記者 或者自己的公開公文 都說 你要騙錢 騙科技 用他的錢 這件事 當特朗普真的想到什麼 我們就介紹大家 看一個在2011年的一個講述 那個講述 那個講述很經典 即使 譬如說 反共的朋友都很喜歡他 這個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因為這個 他裏面講一個粗口的 其中一句很經典的 他就假裝說 如果我現在跟中國說 增加25% 我說得很斯文的話 他們是不會相信我 這個情況會繼續這麼惡劣 不過如果我調轉一個說法 你老母子混蛋 你再聽我說 我就加了25% 這個效果就會很正面 所以他的英文原本是怎樣 LISTEN YOU MOTHERFUCKERS WE ARE GOING TO TAX YOU 25% 我又沒有那種 口音或者霸氣 你聽他說這句話 這個是大約10年前說的 2011年 你拿回這段說話 你就會完全明白 今天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不是他臨急想出來的 但是他策略好的地方是怎樣 他一路就偶爾又跟你扮成朋友 偶爾摸一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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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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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偶爾摸一下 我沒有辦法 這些真是 還有那些證明 理論上就不應該出自他公開場合的機內 但當時聽到的人就相當高興 一個總統是不應該說類似八婆 你不說也沒用 或者沒說話 但他講了之後 那些人的反應就相當好 不過很奇怪 他講了之後沒什麼人記得這件事 包括中國的 這些美國專家 所以這次就糟糕 所以這個世界很多時候很巧妙 如果你看看中國 剛剛也講了污染問題 中國全國有16.1%受到污染 污染的意思是含源量超標 那些土地 最大問題是重金屬的問題 核子也不要說 很簡單來做對比 烏克蘭的比例是比較嚴重 因為烏克蘭的重工業 還有這個 他再計算一次 次羅貝爾 他也是8% 還有以前蘇聯的時代 也是亂來的 現在都未必好 但如果你跟大陸離比 你們回到大陸 或者我都說 我都說有個朋友 就是因為排污問題所以離開 可想而知他之前的烏牌在哪裡 還有你在港商 當時回到大陸 湧上來的原因是甚麼 他亂來的 你看一下 現在的逃犯條例 他說撇除商界那幾件事 有一樣就是環保 是的 你不撇除 所以你看到這些 你用那些條例的斟酌 就已經知道 香港人 香港商人回到大陸 做些甚麼 其實就是環保的 逃稅 污染 賄賂 同工 甚麼東西都出齊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這壇事是這樣的 你說報應也好 或者要還未前 是真的要還的 但奈何 現在香港局勢 這壇事就不輪到中國自己作主 太多外國的人都說三道四 或者要介入這件事 說三道四 其實你可以說三道四 但你要知道 你真的影響到別人的國民 是的 很確實的 知道發生甚麼事 亦都可以反映到 為何別人相信你們是香港 是的 很明顯 為何會說 這壇事用來做招土派 第一擁護 就快點想想 第二個階段就是攬炒 所以千萬別說些 不要說些 好了 我們一聲回到第三節 是 在這裡 做甚麼 辅每一聲 很容易 有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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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別人